这明明也才4月初,2024年才过去了三个月 你说为啥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呢? 真的是让人感到惊讶 你想想从今年年初的时候 南方的冻雨,再到咱们北方的沙尘暴 然后再到最近的江西的暴雨极端天气 台湾的大地震 还有今天又出现了地震 纽约也出现了地震,整个地球 那不是给你下点风,就是刮点雨 然后再震一震 现在怎么气候这么奇怪呢? 难道今年就因为是吴春年,寡妇年 就怪事比较多? 哦,真的是让人很无奈 这到底是个啥情况呢? 你想想,这些暴雨狂风,大地震 就像这个大自然在上我们展示它的力量和无情 这些自然灾害的发生也让大家肯定会经常在想 是不是这个寡妇年,吴春年的原因? 或者是咱们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了相关的连锁反应? 其实不管啥原因,那我们都要面对这些挑战呀 你看今年年初春节期间的湖北武汉的冻雨 武汉的老百姓从来没有接触过 那地里面种的专家更不用说了 基本上都冻死了嘛 很多老百姓的收入收成也基本上减少或者甚至绝收 你看啊,还有新疆的沙尘暴和江西的暴雨狂风 又接着过来侵袭 新疆的大风裹杀着沙尘形成了移动沙墙 道路瞬间被沙尘覆盖 整个交通也是瘫痪了 那江西的这个妖风,狂风暴雨那更是可怕呀 直接把人从楼上吹下去 哇,真是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事情呀 你说活活的这么大,哪里听说过人在家中坐 那风一吹,把你给吹到楼底下去了,是吧 那真是听了没听说过的事情呀 可怕,很可怕 你看,这两天台湾又发生了7.3级的大地震 目前已经造成12人死亡 很多大楼也是直接震裂了 有些大楼还给震歪了 你说这灾难怎么现在就这么多呢 虽然台湾还没有回归 那也是咱们的同胞,对吧 大家也都在捐款捐物 也希望它早点好起来 当然哦,现在这个暴雨极端天气 也不是说什么天干地支啊 什么和这个月费啊,年费啊相关的 这是因为地震是因为地壳板块运动导致的 然后天气呢,那天气牵扯的东西就更多了 什么碳排放啊,各种生活垃圾啊 反正钢筋水泥啊,这些东西都会对天气造成影响 天气是咱们生活中各种日常习惯对它造成的影响的最大的反应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要养成环保的好习惯 减少碳排放 不要给大自然天负担 地震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了 天气方面都可以避免 地震是真的没有办法 嗯,今年这个吴春年,寡妇年 大家怎么看呢 其实也不用那么封建迷信哦 自然现象也都是正常的 我们做好积极的避难准备就可以了 其实你像最近这些自然灾害啊 也让我忍俊不禁的想到咱们08年 08年春年期间那场全国大降雪 当时我妈也是在广东那边拨橘子 在路上呃,是耽搁了 接近一个星期才从广东回到了我们老家河南商丘那边 那一年我的记忆还是蛮深刻的 然后接着呃,五月份就发生了大地震 哎呦,之前的事情就别提了吧 大家还是做好各种相应的准备 家里面的一些必备的生活物品要准备充足 啊,冰火器啊,也备两个嘛 一备不时之需 今年这个自然灾害比较多 大家还是多加上心一下 好了,今天和大家白话这么多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吧 下期再见